多谢大家今天来到这个时间 其实我们知道传媒很关注 伊利十八医院在最近有两个个案 都是涉及孕婦产后死亡 而我们想作出一些澄清和解答 首先我们想在这里慰问家属 我们知道孕婦产后死亡 对家属来说是一个很沉重 的打击 我们其实医院都会在 由现在到之后都会作出一切 可以协助两方面的家属的一些措施 第一我想澄清 人妇死亡在医管局里面 是属于一个医疗风险警示的事件 我们会受到高度关注 我们一定会成立一个根本 成恩调查委员会去深入调查死亡的 第一个个案 其实调查已经完成了 亦都在日前公布了 而据我初不了解 在第二个个案的调查委员会 亦都会在明天首次会议 在报告完成之后 亦都会交给医管局总部 然后之后再作出一些公布 在两个个案 我初不了解是有很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个案是有一个叫任神毒血症 而且第二个个案是没有的 第一个个案 调查报告也都指出 在子宫里面有一些叫残留胎盘的组织 在香港过去的20年 产业人父死亡的比率 每10万个初生婴儿 是少于5个在每一年里面 虽然死亡率是低 但是对每一个人父产生死亡的个案 我们很高度重视 亦都不希望会发生的 以下时间我会交给陈医生 讲讲在第一个调查报告完成之后 我们作出一些改善措施 伊丽莎白医院已经接受了 第一个根本成因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医院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的改善措施 其中包括就是检视部门 处理产后出血的指引 以及加强了医医人员 对于紧急处理产后出血的模拟训 提升各个团队 包括副产科、心肢治疗部 以及麻醉科 对于处理产后出血的应变能力 亦都增加产科处理紧急 产后出血的人手 好 以下时间我们又会看一下传媒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想问一下 我有点点意思 其实想问回家属其实那里 即不如辅助了解没有任何动物 不像第一单个案 一开始就是辅助了解 辅助了解释了调查 没有任何调查 現在被人這樣說就是因為這次的個案 需要透過傳媒檢發之後 院方才出來公開交代 另外想問一下 這次這個個案是否寫入報告何時出 還有究竟是否有院方的一些很關鍵的狂窟 家屬那方面說過 因為想要院方的狂窟事件 但是想要求他們要求家屬那邊不要要院方的交代 你所說的第二個個案 我剛才都說過所有孕婦就是產後死亡 在醫股局裡相當重視 也都我們在指定的時間之後 就是醫股局總部通報了 也都成立委員會 這個是肯定的 至於我們有沒有同事 其實我們同事一路 自從第二個個案發生之後 一直都有跟家屬有很緊密的聯絡 其實我們經常跟家屬去溝通他們的需要 至於死因研究報告 我們知道死因研究報告是出了的 不過那個內容我們現在不可以公佈 因為要等我們的調查委員會 在六個禮拜內完成的報告 我們才可以公佈 所以現在這一刻 我只是說我們在第二個個案裡面 對家屬我們是一路都有跟進的 也都根據醫管的規矩 我們是有做足我們的通報的 在這次的事件 在第一宗的個案 涉事的醫護人員是否同一派 和他們分別的列支其實是多少 你都明白在公立醫院我們是一個團隊工作 即不是一個負產科醫生去處理一個病例 在兩個個案其實都有四至五位負產科醫生 由一些很資深的醫生 都有在四五個團隊裡面工作 去處理兩個個案的 兩個個案都有相當多的醫護人員 所以我只可以這樣說 我們公立醫院不是一個醫生是負責一個病人 但是同一組醫生 我們在我們的婦產科裡面團隊 暫時現在有二十七個醫生 有一個空缺 二十七個醫生裡面有十五個是專科醫生 所以整個團隊是在說二十幾個醫生 平均年之其實當然有些新疾跡的醫生 但是兩個個案都有超過十年的醫生 是要處理的 有沒有重疊呢 就是兩個個案處理過這個案的醫生 重疊呢 因為剛才說了二十幾個醫生 裡面有些醫生是有處理過兩個個案的 但是大部分的醫生 也都有醫生是同一時間處理過兩個個案的 剛才有提到人故生產之後 因為大量出現四個案 五個醫生比較少 是的 但是現在在過會員裡面 就已經有兩位人 因為這樣二十六 要在二十八醫院 其實會不會在制度和系統上出現的問題 又或者在人故失業之後 處理程序的問題 就是出現了一些不尋常的地方 在第一個個案 我們的調查委員會 也都公佈了個個案 剛才陳醫生也都講了我們一些相應的措施 在第二個個案呢 因為調查委員會是沒有開會的 所以我現在就不可以去查個定論 究竟是有沒有問題 不過呢 照我們初步了解兩個個案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至於你說是兩個月裡面有兩個個案 我們都覺得是 醫院方面都覺得是很不尋常 也都以往是沒有見過的 但是都可以向大家同事講 和傳媒講 每一個個案我們都會高度關注 也都會深入調查究竟原因是什麼 但是暫時初步看不到 在制度上是有任何的問題的 有否跟醫生的經驗有些關係呢 就是之前他們就走了很多 就是副產科的醫生 會不會現在團隊裡面 是會足夠由經驗的醫生去做醫科 剛才我講過 我們現在暫時 副產科的團隊裡面 只有一個空缺 27位醫生 而裡面有15位醫生是專科醫生 就是說超過一半是專科醫生 所以呢 我只可以告訴你 我們醫藥收藥醫院的副產科裡面 團隊人數和經驗都是相當足夠 那這兩件事會不會從這個人事的方法去處理 我想也都正正在第一份報告裡面 都調查委員會主席都提到 在整個調查過程裡面 他們都發覺其實醫護人員都盡了 他們的最大的努力去搶救 那個人父 那第二個個案 我們現在暫時沒有調查委員會 所以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一定要看調查報告 我們才能作出決定 剛才你一直提 剛才你一直提 有否接受一些疑問 即是說宣傳上面 有否接受一些疑問 還有你發生了事故之後 有否24小時之內 會否通過 你說第一個個案 第二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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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說 我剛才都說 調查委員會 在明天才開始首次的工作 所以我不可以在這裡 有任何的評論 我只可以這樣說 但我們會跟足醫管局的時限 去通報給醫管局知道 第一個個案 昨天公布了一個報告 但其實想問一下 這個事情涉及人為失 有沒有人需要受到紀律處分 正如這個報告所講 即是在整個過程裏面 是會有一些改善空間 但是報告主席也有講 所有同事都是盡了最大的努力 即是有沒有人為失 是盡了最大的努力 那阿森那個 根本前的委員會 其實委員會的成員 和之前 處理第一批個案的成員 是否同一批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第二批 有沒有需要去檢視 第一批個案 來看中間 會不會有些關聯 系統性問題 第一個個案 都公布了 亦都可以作為 第二個委員會 作參考的 那個調查委員會的成員 是不同的 亦都我們今天 在較早時間出現的新聞稿 你都知道成員的代表是哪幾位 跟第一個委員會是不同的 第二個委員會 是可以參考任何的文件 包括第一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的 但是想問一下 那個同學委員會 其實今天公布了一件事出來 明天才是首次會議 為什麼會這麼巧合的呢 是因為全報告的那件事 所以才有首次會議 是否一定會提出 不是 你都明白 裡面很多委員 其實都需要一些時間 來協調的會議 其實據我所知 就是 那個委員會的成員 其實都好 在幾個禮拜前 兩三個禮拜前 都已經開始去安排時間 去會面的 所以明天那個會議 不是因為今天的傳媒的新聞 我們才成立的 根據第一個個案 剛才陳醫生說到 就是說 作出一些修訂的指針上面 那想問一下 之前的指針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交給陳醫生 我們那個成因調查委員會 就要要求 伊麗莎白醫院去檢視 還有有需要的話 就修正那個 處理產後催血的指針 主要是加強前線醫護人員 對於產後催血情況的警覺性 還有在一些治療效果不理想的時候 及時提升治療的級別 想問一下 黃醫生根據一路以往的 伊麗莎的事故 那個程序 如果今次事件 不是因為有傳媒的報道 出來之後 你才出來回應的話 官方會打算 就說第二次的 即今次的事故 要什麼時候出來交代 根據這個程序 這個程序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本局是每定一段時間 都有一個刊物去公佈 之前有一段時間 在公立醫院裏面 所發生一些醫療風險的事件 所以我們是一定會公佈的 至於我們 不去講這個個案 有其他個案 其實我們有時候 都要尊重家人 或者死者的家人 我們有時候 是不可以很高調去公佈 除非有些事件 大家知道可能是 會對公眾有影響 譬如一些藥物 或者一些儀器的問題 是希望盡快公佈 讓市民不要服用 或者在公眾的考慮 會主動公佈 而其他的很多情況 我們都會尊重病人 或者家人 其實我們一度跟那個機制 向醫管局總部 通報第二的個案 其實我們根據那個時間 來通報 也都很快就成立那個調查委員會 也都安排各個委員 是在明天開第一次會議 所以這個我們覺得 是跟回以往 我們一路一貫的做法 跟醫生你剛才說 什麼時候公佈這件事 也要尊重快樂病人 或者家屬那方面 但其實家屬那方面 曾經說過 即是跟我們說過 就說其實要求 各方盡快公開交代事件 但是各方 就是一路都可以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我想第一 譬如第一個個案 我們的調查委員會 每次出現 我們都可以很肯定 告訴大家 電視發生的過程 和一些改善措施 而第二個個案 其實調查委員會 是明天才第一次開會 甚至現在為止 我都不可以 有些很詳細的一些內容 可以向大家說 所以對家人 我們亦都在自然那個個案 在11月尾發生之後 到現在12月中 這差不多三個星期裏 我們的同事 一直都是跟家屬有跟進 那件事 就是看他們有什麼幫助 亦都告訴他們 進度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是絕對沒有隱瞞 大家也有說過 我們一定的報告 是會在指定的時間裏 是要將報告交給醫管局總部 所以這個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這些過往的事件 我們都是一樣是這樣做的 你所說的 是不是以後有任何不同的事件 你只要那個委員會開了會 你有長性的內容 就會公佈 公佈 剛才說 我們一定有公佈 是說定期一定有那個刊物 一定會說回 譬如大家都收到 定期我們醫管局有說的 至於是否用哪個方式 譬如新人發布的方式 我想要看每個事件 其實剛才出現兩家動物的情況出現 剛才何醫生 我們自己也評論 其實是有些不尋常 你說甚麼不尋常 其實折議 在兩個月裏面都出現這些情況 你剛才也評論是不尋常 是的 不尋常 何醫生你自己專業判斷 究竟在哪個位置出現了問題 又或者其實是否在任意 上面的事件 因為說不尋常 因為兩件事件發生的時間很短 第一個個案的調查已經完成 我們知道問題在哪裏 但第二個個案的調查 也是明天才開始 所以呢 所謂的不尋常 究竟原因是甚麼呢 我現在不可以說 也都不知道 很坦白是不知道 所以我只可以說是不尋常 因為我們這麼多年是很少見的 當然我們不想說 只是用一個巧合去解釋所有件事 但是因為第二個個案 那個調查未完成 我想我們在這裏講 任何的解釋 我覺得都不科學化 還有哪位未問過 問多幾條 不好意思問多兩件問題 首先你剛才說 會視乎那件事的情況 會作出公布 上一次都是 第一宗那宗都是 全部爆了才公布 第二宗也是這樣 其實這兩宗都已經這麼嚴重了 那是否其實都應該要主動去公布呢 而不是等了一會才爆呢 還有第二條問題 因為問到比例 醫生比例那方面 27位保產科醫生 有12個都是住院 或者可能保診的人 那其實只有15個是專科醫生 比例上 其實會不會跟其他醫院來說 是偏低的 我先回答第二條問題 有超過一半的專科醫生 是絕對不低的 而那12位呢 不是全部都是很初級的醫生 有些是做了四年五年 即是你知 在香港的專科的培訓制度 六年的專科醫 訓練的醫生 如果是考到市 已經變成專科醫生 所以那12位呢 不是全部都是一年兩年經驗 有些是四年五年的經驗 所以在這個經驗方面 我們不覺得是有個問題 至於你剛才說 即是說那個主動公佈 其實我都說 在醫管局的制度之下 我的理解就是 如果對一些公眾 即是有很大的關注 即是會對公眾有些危險 甚至在說那些藥物或者儀器 的一些問題 而會影響到公眾人士 或者一些病人在用的 我們會很快儘快通報 希望那些病人 譬如是交還藥物 就是這樣 至於一些嚴重的個案事件 我們通常都希望 是完成調查之後 我們有些確實的一個答案 甚至到一些改善措施 即是我們會用不同的方法去公佈 最後一條題 如果是給秘密 我可以任務 我想問一下 其實參與這兩次的手術的醫生 有幾多是專業的專科醫生 有些其實不是專科醫生 按照我的理解 在兩個個案 因為初頭兩個孕婦 都是一個比較正常生產的 即是沒有什麼特別 除了第一位 因為有一個人神毒血症 在產前檢查發覺 發現有我們醫生 已經第一時間把他收入醫院 所以兩位產婦 初頭是情況很穩定的 所以根據我們一般的做法 都會由住院醫生去照顧 跟著當病人開始出現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住院有三四位醫生在 也都有高級的醫生 也都有經驗的醫生 和專科醫生 是立即奉召到場的 所以在整個醫療的過程 由初頭到病人開始出現問題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起碼四位住院的醫生 有經驗的醫生 和專科醫生在處理 甚至到有一些 所以再遲一點 甚至第五第六位 在不是住院的更加高級的醫生 是回來協助的 最後想問一下 因為傳媒說 其實第二位任務 是出現過三次的心跳評論 其實有沒有發生過這些事 詳細來說 我都要等明天開展那個調查委員會 我才可以詳細跟大家交代 如果將來有機會的話 但是現在我未必掌握不到事件的正確內容 所以我不想在這裏繼續說